中共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前宣称呢 要培养亿万青少年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继承者 在意识形态方面要管课堂 管讲座 管网络 但有评论指出 作为一个教育部长 宣扬这样一种违背人性 侵犯人权的意识形态 这是中国的悲哀 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19讲话中说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后 中共各部部长纷纷附和 9月16号 袁贵仁在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宣称 教育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 学校是学习研究宣传和传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他要求把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教育 尽教材 尽课堂 尽头脑 让每一个孩子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读研究生 都能受到这种系统的教育 据统计 目前中国各类学校已达52万多所 在校的大中小学生 研究生等约2亿多人 教育部所属的各教学岗位的教师达1000多万人 卡尔马克思新智一述揭露 马克思是一名淫乱之徒 不仅酗酒没有家庭责任感 他和女佣还有一个私生子 他后来的信奉者如列宁嫖妓染眉毒 斯大林霸占女歌星被控诉 毛泽东纵情声色 江泽民淫乱 原贵人还要求抓好管课堂 管讲座 管网路的所谓三管工作 同时他还强调采取特殊的措施和有效的办法 全面占领网路舆论阵地 现在学校基本上就是拿学生将来的就业啊 还有具体管制一直在威胁这些学生 这些学生虽然实际上是感动不敢言啊 因为呢可能是为了对将来的前途啊 忍其尊生 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不满 是的的确确存在的 去年四川十方爆发万人反对新界牧童场示威活动 学生成了主体 面对中共警方的血腥镇压 他们高喊 我们可以牺牲 我们是九零后 你课堂讲的再美好 我想他总得面对现实的 现实会说明一切 我想时过今天再想好强硬灌输洗脑来影响下一代 我还是不可能了 现在看这些八零后九零后就知道了 我想林贵人这些话是异想天开 现在各地频频出现校长啊 老师啊 性情幼女的案例 然后那么多儿童无效可上 无识可教 然后又无数可读的 教育部长都不站出来说句话 那么多的参观都把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到国外 过着奢侈的生活 然后现在教我们信仰马列主义啊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们的智慧 李倩表示 面对理论与现实巨大的反差 无论中共的理论和誓言说的多么冠冕堂皇 也没有人再相信 马克思主义形态啊 哎 他能让我们毕业后住得起房吗 享受到教育 医疗 就业啊 保险这方面的公平的社会保障吗 能让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 吃上放心的食品吗 网民除霸王发微博暗讽 我们是荒淫无耻的接班人 跟着蹂躏我们的校长去开房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床头 不怕魔爪 不怕耻笑 向着堕落勇敢前进 我们是贪污腐化的接班人 跟着蹂躏我们的社会去沉沦 爱虚荣 恨正义 时刻准备 奸杀抢掠 把世间的财富统统占有